生活中光速处处可见,打开手电筒,就会有光,那你知道光的传播速度吗?光的传播速度是三十万千米每秒,相当于三亿米每秒。 今天我们就了解下爱因斯坦的侠义相对论,任何武器不会超过光速三亿米每秒你信吗? 我们知道在真空中的光速是宇宙中最快的速度,没有比光速更快的,而光速极限正是由爱因斯坦提出的。 在二十世纪初,科学家的理论一直受到限制,那为什么爱因斯坦认为,世界上没有东西的速度可以超过光速呢? 科学家表示,在爱因斯坦的侠义相对论中,就有关于光速的解释。 对于物体的能量公式,E等于mc的平方,这是爱因斯坦有名的智能方程式。 E代表完全释放出来的能量,m代表质量,c代表光速,光速是三十万千米每秒,该方程表示质量和能量是成正比的。 能量的增量会有质量,会随着质量的增加而增加,这也表明物体的质量不是恒定不变的,而是会随着运动的速度增加。 当物体的速度低于光速时,增加的质量微乎其微,几乎无法感受到,但是一个物体的速度,可以达到光速的90%左右。 它的质量可能会增加一倍,而这时,一个物体如果想要继续加速,质量也会重倍的向上增加。 而速度如果想要达到光速时,质量就要就要接近无限大,需要无限的能量。 这对于任何一个有质量的物体,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因此任何物体的运动速度,都不可能达到光速,除非质量为0。 所以,爱因斯坦说,任何物体不会超过光速3亿米每秒,除非有物质质量是0。 你愿来存在内吗?请在评论区写下你的看法。 哈喽哈喽,关注我吧,专注科技领域,让我每天为您分享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